政治话题来关心台美关系 美国跨党派众议员薛曼汉下坡 提出了台湾外交检讨法案 法案将证明驻美代表处为台湾代表处 并要求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任命案 必须获得参院同意 美国的共和党的支持者 会继续向台湾与美国和台湾 我们继续找新的方法 AIT处长丽英杰离任演说 唱谈台美伙伴关系的进展 也提到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对台湾支持 民主党众议员薛曼还有共和党议员下坡 共同提出台湾外交检讨法案 指示国务卿跟台美事务委员会展开协商 证明驻美代表处为台湾代表处 这项草案也包括台湾特使法案内容 要求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任命 需要获得参院同意 并且为台湾驻美官员创建专用签证 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两党议员 采取各项由我作为 未来将持续关注法案的后续进展 这些都是在证明台美关系 已经是准官方的关系 台湾跟美国之间是政府跟政府 国家对国家的互相的互动的关系 对于台湾官员跟外交人员 无法取得外交签证而是用投资者签证取而代之 美国国会议员认为这无法准确代表 他们为台湾官方代表在美国的任务目的 因此为台湾驻美官员建立一个新的签证类别 更能够跟美方行政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他在实质上都是能够让台湾不管在未来跟美国的沟通上 以及外交的推动上能够更升级 美国政策将我国称为台湾而不是台北或中华台北 2019年也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双方双边关系未来台美的互动将更密切 记者 下面是台北报道